那今天你到这儿来是准备摊牌的 那你摊牌带你的男朋友来 带了 在哪儿呢 在家后台 叫什么名字 万灵 来 有情万灵 毕业后 安宁表明听从母亲安排学乡亲 苏小姐却仍然和大学男友 惯年进来 二人明显 有一段的摄影接触后 放下母亲安排 但是母亲却看着 无善言辞的小赵 认定为准备血 甚至陪同她来到完美告白 向女儿安宁求婚 新知已能游下去的安宁 冲着婚纱来到现场 希望母亲能尊重她的选择 那么母亲口中特意读写 不思进去的男友 会来到现场 争取她与安宁的爱情吗 正在为您播放时 完美告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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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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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母爱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之上的母爱是很伟大 但是在不尊重孩子的那种母爱跟这种人间私行差不多 特别让人愤怒 来吧 你想听听子女们是怎么说的 好吧 先听她们怎么说 你再决定到底是否同意 好歹今天也来了这儿 而且是你邀出来的 不是别人邀出来的 好不好 来 你转到这儿 你们俩转到这儿 阿姨转到 接下来是小敏和万灵的告白时间 妈 对不起 我跟万灵隐瞒了你那么久 我知道你辛苦地把我养大 很不容易 我也不应该这样子欺骗你 隐瞒你 不听你的话 但是我跟万灵隐瞒了你 是真心下来的 我希望你能够成全我们 他会对我很好的 你放心吧 而且我已经长大了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希望你能够成全我们俩 好 谢谢大家